今排最熱的題目就一定是 AI 啦 AI 好像什麼都做到 假裝歌手唱歌 幫忙做功課 都可以 就連上鏡做主播 原來都可以 港台創香港鮮韓 用 AI 美女 AIDA 做天氣主播 什麼是AID老師 不是是AIDA 才對 而節目明天就會播出 看看這個人工美女 都很熟面 很多網民都說她像下樓上車 逐個千千角拍片 五官其實真的有點像 都是標誌美女 也有些人說她像Bella 林永彤 但臉更瘦 但我認為她最像澳門網紅蘇琳 不過大家都是美女 真的不用分到那麼小 無論晴天 陰天 落雨天 都陪著大家 在介紹短片強調她永遠不會吃螺絲 不會吃螺絲是好 但有時可能吃螺絲更好 有多些人味嘛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階段要求 AI 有人味 是不是苛求了呢 看回網民的反應 是有不少話又新鮮感 但香港叫得投訴知道 當然有人不喜歡 就說AIDA 的樣子太高了 說她是讀天氣 不是報天氣 之前日本有網站分享過 AI 新成的女主播 對比香港不差的 日本那些就不會動得上體 唯一突出的就是身材 其實都有人投訴說AIDA 太瘦好像營養不良 不知道有關方面會不會逼她吃肥一點 身材稍稍追回日本那批吧